大家好,欢迎收看小期电影,今天为大家介绍电影《母亲》。 短短两个小时,故事一步步走向小荒诞,到最后彻底发展成了光怪陆离的胡闹。 不仅隐喻了《圣经创世纪》和《启示录》,还隐喻了社会中的阶层、种族、宗教、夫妻、女性权利等种种问题。 一上映就被多家媒体评为神来之作。 故事从一个宁静朴素的乡间小屋开始,女主从被窝中醒来,和男主互道早安,开始了一天的生活。 原来男女主角过着普通的生活,作家男主才似枯竭,全靠貌美如花的大表姐饰演的女主来料理家务。 屋里有一颗类似宝石的钻物,是他们家的镇宅之宝,男主角不允许别人碰它。 一天,一个医生夜闯他们家,让女主不解的是,男主一边向这个不速之科炫耀着自己的妻子有多玄灰美丽,是自己的谬思女神,给予自己灵感。 一边却又完全不理会妻子的建议和情感,强迫她收留医生。 第二天,医生的妻子直接闯进了他们家,不仅对女主角百般挑剔和讽刺,当着她的面和丈夫做爱做的事,还把他们的镇宅之宝的钻石摔碎了。 男主解释道,这个钻石不知是从哪里来的,她丢失了以前的一切记忆和财产。 只记得是从废墟中捡到了这个宝贝,她象征着灵感,带来了现在的一切美好,所以才将其视为珍宝。 随后,故事一步步走向荒诞,一大堆人冲进屋子打打闹闹,还杀死了一个人。 除了女主角以外,其他人竟然都不觉得事情蹊跷。 闹去过后,男主不顾妻子的情绪,强迫她发生关系后,她怀孕了。 而怀孕后,丈夫虽然说嘴上很高兴,但却丝毫没有表现出对她和孩子的关心,而是把自己所谓的喜悦全部写在书中。 书籍一步步地写完,成为了杰作。 男主捧着女主的脸,告诉她,都是因为她这个谬思,她才能住起这样美好的家园。 对,在男主眼中,是她自己,而不是他们,住成了这个家园。 不出意料,书籍大卖,女主挺着大肚子,换上华丽的礼服,在家中想给男主庆祝。 然而,随着一身生门铃,剧情从荒诞走向了疯癫。 男主书中提倡的包容、分享,吸引了一批批来自各个阶层、宗教、种族的粉丝。 人们疯狂地冲进小屋中,一开始还只是到处乱窜。 后来有人开始给屋子刷油漆,有人坐在洗手池上手无足蹈。 渐渐地,有人开始打铁抢烧,有人开始举行宗教仪式,还有人开始杀人。 自始至终,只有女主角一个人想维持秩序,但是也只有她一个人被大家视为疯子。 女主角肚子中的动静越来越大,她穿着行动不变的礼服,爬过一具具尸体,爬向卧室,终于生下了小男孩。 一切都安静了,没有吵闹声了。 孩子吸引着母亲的乳头,仿佛回到了那个乡村小屋,美好的如田园木哥一般。 可是男主觉渴望读者,渴望粉丝,她再次打开门,把孩子抛向人群。 孩子们立即被奇怪宗教的首领杀死,给人们分尸。 女主痛不欲生,想要杀死分尸自己孩子的人们。 直到此时,男主依然觉得女主不可理喻,觉得女主应该试着去理解自己的粉丝。 忍无可忍的女主砸开汽油罐点燃了她,镜头拉近,女主在大火中燃烧,眼中充满了绝望。 男主再次捧起女主的脸,用手撕开她的胸口,粗暴地翻找出了心脏,又急不可耐地扒开了心脏的肌肉。 在里面挖出一块亮闪闪的石头,仔细擦干净后,把它放在了展示架上,镜头拉远。 一个新的美女在被窝中醒来,和男主角互到早安。 有人将这部电影解读为母亲这一角色,在家庭中的悲惨地位。 其实这部电影有更深的隐喻,纵观全片,一切其实都是男主一个人的内心戏。 从海报的暗示中可以读出,男主在故事中是作为上帝的存在。 女主作为The Mother,在圣经中可以解释为耶稣之母玛利亚,或者是象征人类生存家园的大地。 女主永远也没有走出这间屋子,也可以证实这一猜想。 客人中第一个闯进来的医生就是亚当,第二个来的医生的妻子就是夏娃。 他们的互相残杀的两个儿子,就是圣经中亚当夏娃之子该义和亚伯的互相残杀。 后来的混乱的人们就象征着后来的神明降临和末日审判。 当然,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。 这样一部剧情精巧,构思巧妙的电影中,大家可以从各种角度来解释。 这一部剧情精巧,构思巧妙的电影中,大家可以从各种角度来解释。